Hello 我是蘇琳 平時我放假真的會做到 全面的放假 不是包括我放假去做什麼 反而我排第一位的是 我皮膚的放假 現在就是我完成的狀態 基本上都沒有跳過這步驟化妝我部分 皮膚方面就是少了粉底 這個已經是拯救我皮膚的最大幫助 上一個月我就去做皮妙 發現原來我是有些斑斑在顴骨這些位置 所以我的底妝是沒有粉底 不過防曬也是要做好的 不然那些斑就會越來越多 雖然我不算很在乎斑斑 我斑而比較在乎我的毛孔會不會很粗大 很討厭毛孔 那我究竟是怎樣沒有用粉底 都可以做到皮膚均勻的顏色呢 後來是有必殺技去教大家的 有興趣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剛剛洗完臉了 現在就開始做一個日常的護膚步驟 爽膚水做一個二次的清潔 在這個時候呢 我會針對我的耳背這些鬼書位 再清潔一下 接著就到精華了 這陣子就收到OLE的這個美白精華 OK 它是崩上來的 按一下 然後眼霜就用HR這個 把它放進無名指和中指融化一下 之後就印上去眼周圍的部分 其實呢 塗眼霜我們用彈印的方式就好了 不要再... 我以前是這樣向下拉它 沒有沒有沒有 用彈...彈酒那些紋 好像那些廣告似 彈酒與維文 你也可以 好了 最後呢就塗上臉霜 其實臉霜對於我來說 好像大家都差不多 我反而注重在精華那方面 精華才可以修護到皮膚 但臉霜我覺得純粹是一個保護膜 所以我對臉霜的要求並不高 它... 可以保濕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做護膚的步驟 全部都是由下而上去 因為我的毛孔呢 是向下生的 給它營養的時候 就要向上 才能進入毛孔 好了 我的護膚終於搞定了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麻煩 哇 用四樣東西在臉上 但是沒有的 女人不可以懶惰 一定一定 無論你用便宜或貴都好 都要做足夠的步驟 那這條片呢 就是講我不用粉底 是我放假的日子 要怎樣做呢 就... 防曬一定要做好的 那有三款的防曬 是可以推薦給你們的 第一款就是Pony的底霜 之前有一條片都有介紹過的 它用來做打底 是非常之理想的 貼妝效果會做得很好 那它的質地呢 是比較creamy少少少的 還有有一個提亮的效果 有少少的調色 不怕油 那推開之後呢 都很乾爽的 那第二款呢 就是Sophina 無限回購 我由拍youtube的影片開始 就一直用它們到現在 我知道這一款呢 在萬寧那裡有得買的 但是在萬寧買會相對貴一些 我通常就是有去台灣 或者是叫朋友在台灣那個幫忙買回來 五十多塊的好像是台灣那個買回來 那這兩款的分別呢 就是這個是美白的 那相對會油少少少 這個就比較保濕 會再清爽一點的 它們絕對會改變我們的底色 會把臉推再白一點的 雖然啊 它們都比較水狀的 你看 流動 但就是因為它有調白的效果 所以你推的時候呢 是要花一點點的心機 就是因為 會推得不均勻 會有一陣陣白色的 那我今天呢 就會用olay的這一支 它是清爽 零調色 最初呢 你擠它出來的時候 有少許油之外呢 很快就會消失的 那個感覺 都是超級容易推的 你看看 根本就是透明 而這三款裡面呢 最容易推就是olay的這一支 第二就是pony 第三就是sofina 那我塗防曬 通常會塗上頸 所以我要擠三下的份量 才夠我全臉加頸 用的 我有試過把它呢 作為base這樣用 嗯... 它的持妝效果好像就一般 都是不夠pony好的 但是我挺喜歡它的味道 還有 推上皮膚的感覺 很舒服 其實防曬 那個系數有點高的時候呢 基本上你不要求它零油光 我覺得是沒什麼可能做到的事 雖然這支影片呢 是零粉底 但是我也是要遮回我的黑眼圈的 OK 我的黑眼圈是 一次遮不到的 那我會順便遮我的青筋 還有一些抖印的 那我稍後呢 都會想眼影的 所以呢 我會戴眼皮這個位 因為我眼皮也是很薄 那些紅血筋啊 都出來了 還有色素的沉澱 所以呢 都是要戴戴戴 讓它的顏色均勻一點 然後呢 就可以做定妝了 那我手上這兩盒物粉呢 紫色這一盒其實我回購了三次的了 而白色這一盒呢 是我買的時候 他拿錯了顏色給我 那它是一個韓國的牌子 在銅鑼灣 時代廣場 MUJI那裡 那間studio就是那裡的 那是一位化妝師 他拿了一個代理權回來 那我就經常都會去他那裡買 很好用 但是我建議你們買粉紫色的這一盒 它會令你的皮膚可能再粉嫩一點 會有氣色一點的 那白色這個呢 就真的...我不知道怎麼說 那感覺很...很麵粉啊 但是它的粉呢 是真的超級有 我覺得不輸給MAKE UP FOREVER那盒粉 我反而覺得那盒粉是偏乾的 然後就畫一條眉 畫之前先擦一擦走 眉上的一些粉 骯髒的東西 還有塗上一些毛 我現在這半年了 都是用這一盒 IPSA的眉粉 但... 當我想這個染眉粉的時候 其實都比較隨意 真的... 純粹... 打底色出來 然後眉型這樣... 撇兩撇 就是這樣 然後再用這個最淺色的 來收眉型出來 現在才是下功力的時候 調眉根本就是整個臉的靈魂之柱 所以在這裡用多一點時間 我是願意的 我剛才有拿最深的這一格 去加深眉尾部分 然後呢 就是染上眉 因為本身我的髮色是比較深的 包括我的眉也比較黑 所以就要做一點點染的步驟 簡單地掃兩下 調色就... OK 好了 接著就是修容的部分 我也是拿回這個Omega的顏色 真的超好用 我很喜歡用這一盒 因為它一掃就會營造到我想要的深度 即是可以很快 那我首先呢 拿的第一下顏色比較深 我來打眼窩 然後就順便塑上鼻子 好 再拿一次 到另外那隻眼 好 非常好 它真的可以把整個鼻子提出來 還要是很快的速度 那我再拿多一點點 我來打回這裡的陰影 雖然指數有點細 不過也夠了 我也是簡單地掃兩下 讓臉看上去細一點 我會順便掃上髮線這個位 那看上去呢 臉又會再細一點 好的 那現在就去到眼影了 雖然說放假而已 我怎麼都會浪費一分鐘 來上一上眼影 因為加上眼影 看上去眼睛會比較精神 簡單用蝦肉色 把它整個眼角 一片 譬如上眼皮 和下眼皮 然後我再用這個肚橙色 當然是眼尾這個部分 其實這盒眼影 上色就不太出 所以容易拿捏 還有今天是上淡妝 它不會一下子 說很深色 是我想要的東西 加在眼尾這個眼窩之內 都可以掃上這個橙色 然後再加上這個 也是加在眼尾這個部分 兩次拉 那這次加上的位置就不要太上了 就比較貼過眼線的位置 然後到眼線那一部分 我就拿眼影去加 我不是說眼線 因為我現在有摺到假眼睫毛 那如果我塗那個眼線的話 卸妝的時候 就會麻煩一點 要拿棉花棒 如果我拿眼影去說眼線 拿卸妝油擦一下 其實它基本是掉了 另外我發現今年是比較 輕淡妝 甚至是沒有眼線的妝感 那對於畫開眼線的人來說 那就有點不著數了 所以我怎麼都會 可能淺淺的一個highlight 但就不會像以前那種很實的 在黑色眼線 我現在畫這條假的眼線 我會再在眼尾這部分 連著 我這個雙眼皮截位 這樣掃一點 好了現在眼影畫完了 就到胭脂的部分 我就選了Pony的這盒粉紅色的胭脂 都是簡單掃兩下就算了 那不是放假嗎 隨便的 就這樣 它這盒真的是超級 你再堆疊上去 它也不會是蠔顯的顏色 最多是這樣 而下眼睫毛呢 我都會塗一些睫毛膏 等它再明顯一點 好 塗上唇膏 我發覺只要不是工作的日子 我都很喜歡用這支 嬌蘭的N62號唇膏 會令到我的氣色好 變得甜甜 是可以親近的感覺 即是如果你塗chili的顏色 或是大紅色的話 一定是有點距離感的 所以我很喜歡這支的 用到剩下這麼少 嗯哼 好了 還有一支必殺的 真的必殺的 就是這個 Tolimony的紫色腮紅 我會把它塗在眼底 首先 它可以令到我的黑眼淵再消失多一點 我是拿它來做體量的 所以一些比較凸的位置我都會塑上 令到我的額頭飽滿一點的 最好最好最自然的方法 還有一個位置我個人問題 就是鼻液 包括下巴這一塊 比較黃的 所以 在這裡我都會做體量 令到顏色再淺色一點 它這款適合一些膚色偏白一點的女生 如果你皮膚偏黑的話 這支應該未必會適合 其實你買了它 你可以不用再買粉餅 你可以帶這盒東西出街 然後再打一個掃去補妝 那我上了碎粉 還有剛剛做紫色初行的提亮之後 整塊臉一點油光都沒有 是很霧面的 放假的妝容 都有包括放假的妝束 我就會穿T恤 牛仔褲 穿對波鞋 這個就是我皮膚的放假日記 其實呢 平時塗粉底 說真的 我覺得是 話都話少都有點呼吸不到 用得多粉底 你的黑頭 皮膚的粒粒 都會明顯地增加 這個時候我可能會做多些去死皮 或者深層清潔的面膜 來做一個急救的作用 如果不用做事在放假的狀態 基本上我都是用這個妝容來出家 真的很少用粉底 再加上我是喜歡晚上做運動 如果我早上沒有怎樣塗粉底 晚上也不用卸妝 就直接開去運動 我放假是不會那麼勤力去捲頭髮的 那我是因為昨晚去染頭髮 順便叫她幫我捲一捲 好 到今天 好啦 希望你喜歡今次的分享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